第五百六十六章 青龙纸 金色的巨箭碎片在半空中暴射而开 碎片掠过之处仿佛连空气都是被生生撕裂 下方的建筑更是直接被生生冻穿 露出一个黑幽幽的光滑黑洞 金色的巨箭碎片在半空中暴射而开 碎片掠过之处仿佛连空气都是被生生撕裂 下方的建筑更是直接被生生冻穿 露出一个黑幽幽的光滑黑洞 黑眼中不少注视着这片夜空的目光都是悄然的涌上震撼 显然谁都是未曾料到过 林洞竟然能够凭借着三元逆盘境的实力 将罗通如此强悍的攻势正面击溃 两人的交手几乎没有丝毫的余热 第一次出手便是灵力攻势 两人都明白对方不是寻常人等 因此那出手间也是完全没有留情的打算 短暂的交锋却是蕴含了无穷的凶险 院落中苏葵望着这一幕 却是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 目光忍不住的投向了 那倒在青色光照之中挺拔的身影 这个家伙手中的体牌总是让人无比的诧异 小雕道士依旧那副蓝洋洋的模样 仿佛对此并不意外 那罗通虽然是踏入了四元逆盘境 但显然也是才刚进入不久 光凭借着热便是强势的压住林洞 无疑是痴人说梦 更何况如今的林洞更是有着画龙爵 这种连他都是感到极为惊奇的神秘武学 夜空中罗通死死的盯着那青色光照之中的身影 眼中的青色亦是逐渐的一丝丝的收敛 片刻后终于是彻底的化为凝重 到的现在他再也不敢将面前的青年当作寻常之人 看来的确是小看了你 罗通声音低沉 他伸出苍白的双指 夹住一枚飞射而回的巨剑碎片 眼中流动的精芒如同刀锋一般凌厉 不过即便如此 我还是得告诉你 因此与我风云王朝为敌 并不明智 青色光照涌动 其上那道龙影 浑浑地盘旋 最后逐渐地消散而去 林栋的身影 则是再度地出现在了那无数的明处暗处的目光注视之下 青光收敛 林栋右臂之上的青色鳞片 涌动的寒芒却是越发浓郁 他抬头 那对被渲染地掺杂着几分青色的双瞳之中 同样是寒光凝现 我也得告诉你 你们高估了自己了 声音一落 林栋眼神彻底冰寒 身形一动便是暴力而出 树道残影在夜空中浮现 一道青光 直接是撕裂空气 以一种惊人的速度出现在了那罗通的前方 林栋猛然暴涨的速度也是令得那罗通已惊 但玄机澎湃的灵力原力便是自己体内抱拥而出 他同样是知道 有无数人注视着这里 今夜 仅仅是为了风云芒朝的面子 他都必须将这个突然从万象城窜上来的家伙打压下去 青龙指 刺眼的青光扑天盖地的从林栋体内席卷而出 最后以一种极快的速度在林栋右掌中指汇聚而去 而随着这些青光汇聚而来 林栋那一根手指突然诡异地膨胀起来 青色的鳞片在手指上层层浮现 短短刹那间 林栋这根手指便是化为一根 足有丈许长短的青色龙指 龙指之上布满着青色鳞片 一种蛮荒般的波动散发而开 指尖处闪烁的寒芒犹如能够洞窗空间 这是真正的龙指 而并非是原力所化 青智所给予林栋的化龙诀 本就是有着夺天造化之力 修炼之大成 肉体几乎完全能够媲美龙足 当然 以林栋现在的实力 自然是达不到那种高度 不过 确实能够勉强做到 将一根手指化龙的地步 这一根巨大化的龙指出现在林栋手掌上 显得格外的怪异 但那种渗透而出的波动 却是令得那罗通面色 在这一刹那变得极端的凝重起来 龙指凝现 林栋并没有丝毫迟疑 手臂猛然探出 青色龙指掠过 周遭空气尽数逃散 轻芒刺破空间 以一种奔雷般的速度刺向罗通 龙指掠过发出刺耳的音波 望着那台眼瞳之中极速放大的龙指 澎湃的原力也是在此刻 疯狂地从罗通体内抱涌而出 而后其印法一变 猛然立合 剑顿指 锋利的原力 疯狂地在罗通面前凝聚 短短瞬间便是化为一道 犹如顿牌一般的原力巨剑 一股沉稳厚重之力从中散发而开 犹如最为强大的防御 剑顿刚刚成形 那抹凌厉到极致的清光一时猛然而至 然后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重重地落在了那剑顿之上 顿时间清脆四耳的金铁之声 便是在这夜空之下暴散而开 可怕的力量在指顿接触的那一煞便是爆发 在那种力道下 罗通的身体竟是声称的被震推了上百米 剑顿指上火花闪烁 林洞身体前冲 而罗通的身体则是被那股力量推得倒化而出 任谁都是看得出来 这一次的真正交锋 林洞竟是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罗通面色凝重 他同样是能够感觉到林洞这番攻势的可怕 没想到在他轻贱力量防御后 依然是被逼迫到这一步 不过想来这等攻势 就算是林洞也是不可能持久 只要在他这种凶狠的反扑中坚持下来 那下夜回合便是他翻身之石 想到此处 罗通那如刀子一般锋利的双眼中 也是闪过一抹寒芒 而也就是在这一煞 他突然见到林洞缓缓掀起的讥讽弧度 当下心头猛的一领 破 嘴角掀起机房 林洞手臂却是诡异的一收 然后那根青色笼指在一个极短的距离下 以一种可怕的速度震动起来 一圈刺耳的音波在笼指震动间 犹如食指般的扩散而开 望着这一幕 罗通眼瞳猛的一缩 以高速震动起来来增加破坏力马 这家伙的肉体竟然强悍到了这种地步 青龙指震杀 高速震动的青龙指带起一道道细微的残影闪电般的掠出 最后再度狠狠的点在那无比坚固的剑盾之上 刺耳的音波从那剑盾之上疯狂的传出 然后那罗通本就紧缩的眼瞳也是在此刻缩至针孔大小 因为他剑盾 在那凝聚他全身原力的剑盾之上 竟是开始出现了一道道细微的裂纹 破 灵动眼若寒风猛然立合出声 指尖震动再度加剧 裂纹终于是越来越密集 片刻后终于是在罗通那骇然的目光下密布整个盾身 最后砰的一声彻彻底底的爆炸开来 漫天碎片飞略 灵动眼神却是纹丝不动 手臂一震 清光直接是洞穿诸多碎片 然后快若闪电般的 狠辣的点在了罗通胸膛之上 龙指落在罗通胸膛之上 却是并没有洞穿后者的身体 反而是有着一道清脆之声传出 尽力散开 罗通衣衫炸裂 露出了旗下一件黑色的内甲 内甲之上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显然是一件不弱的灵宝 但此刻这件灵宝却是光芒暗淡 显然在抵御了林都那一指之后 也是令得其大受创伤 不过虽说借助着灵宝护体 避开了致命的攻势 但那股残余的力量 依然是令得罗通阵的一口鲜血喷射而出 而其身体也是狼狈的倒飞而出 而后身形一闪 竟是借着这股推力远远的逃顿而去 林都你会后悔的 罗通远远逃顿 愤怒的低吼声也是隔着夜空远远的扩散而开 夜色中整座城市仿佛已是在此刻悄然的变得寂静了不少 一道道暗处的目光都是满擒着震惊 那排在地级第一 并且已经踏入了思源涅槃境的罗通 竟是被林都打伤而顿 这家伙也太凶悍了 一道道目光忍不住的转向那夜色下踏空而立的男子 他们实在是有些难以想象 罗通竟然会败在他的手中 而且那家伙的胆子也太大了 打伤罗通这可基本就是在向风云王朝挑衅了 风云王朝的那两位首领可不会善罢安休的 一些人喃喃自语 他们能够想象 面对着林都的挑衅 那风云王朝将会何等的震怒